五月三星 嗨大家好,我是古心 這一次我们叫 HAUNS 在起应手改版哪 也推出了新的三层视频 就是这个 蜂融水晶 看一下 service Gip teme的有3层胎购买到 所以想要水晶的玩家 就到3层来吧 三層的裝備區有這個 四龍水晶 四種屬性 火龍 水龍 蜂龍 地龍 四種都有 那這個四龍水晶也有他們專組的一個 欄位 裝備欄位這邊也有多了一格 就是最下面這一格 這一格就是放四龍水晶的地方 然後只能放一種 所以 看玩家要哪一種就要提升的考慮一下 好那四龍水晶售價一箱是售價240鑽 11箱是售價2,400鑽 那另外這一次因為剛推出 所以大家搭配一個活動 有一個活動大禮包 你可以 花四間鑽買到30箱 四間鑽買到30箱 那一種每一種屬性都只能買一箱而已 這是這一次的活動大禮包 裡面有30箱這個地龍水晶 那你要買活屬性的或者是水屬性的 或者是風龍地龍都有 都可以各買一箱 另外啊這個四龍水晶的安定值是0 然後大家最高可以強化到加8 大家在強化這個裝備的時候就要小心安定值是0 所以 加1的時候可能就會爆炸 大家有這個 專有的這個強化水晶的選手 你用這個選手 來強化這個腿心 那你買箱子的時候裡面都會有啊 裡面都會附一個腿心還有8個選手 那你直接加8 應該有機會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四種水晶的一個特色喔 好 首先是我們的地龍水晶喔 地龍水晶的特色是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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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吸收的能力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水龍水晶喔 水龍水晶的一個能力有什麼呢 火達的一個特色是帶有這個 HP的一個加成還有藥水回復 傷害減少 絕症打擊 看暈的看 恐懼喔 這是水龍水晶的一個特性 好 接下來是蜂龍水晶喔 蜂龍水晶的特色是 有這個 有這個命中 還有傷害 等無視減傷 絕症打擊 還有這個 看暈啊 看恐怖的一個能力喔 那基本上啊 除了地龍嘴晶之外啊 其他三種嘴晶 衝到加7加8的時候就會有 看暈啊 看恐怖的一個特性喔 那地龍是比較特殊喔 地龍的加8是有這個 HP吸收跟MP吸收的一個能力喔 好 這是嘴晶的能力喔 那這一次啊 還有活動製作可以做喔 我們可以用180箱的一個箱子 一個嘴晶來直接做這個加5的一個嘴晶喔 你要用該屬性的喔 你要用地龍的嘴晶箱子 然後後累積到180箱 就可以來做地龍的加5 那這個是限量只能做一個喔 那如果你要做蜂龍的 你就是180箱都是要買蜂龍的 那如果你要買火龍的 你要做火龍的 就是要買火龍的 所以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種種類的水晶箱子 才能做這個加5的水晶喔 你不能拿地龍的水晶去做火龍的喔 這樣是不行的喔 你要用地龍的這個箱子 然後才能做地龍的喔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買的時候不要買錯了喔 那我剛剛有計算了一下喔 如果你想要直接做一個加5的水晶出來啊 你是需要花36880鑽的喔 基本上就是一包4000鑽的禮包 還有13包11箱的那種小禮包 還有這個額外的7箱喔 這樣湊滿180箱 當然來做這個加5的水晶喔 我需要36880鑽喔 非常多喔 想要直接做的話 可以趁這一波活動來做一下 不過感覺上是比較貴的 那除了剛剛有這個可以直接做加5的水晶之外啊 我們也有可以做加3龍水晶的一個製作喔 那這個製作就是永久類型的啊 你可以直接拿修的箱子 直接製作一個加3的龍水晶喔 自從屬性都有喔 看你要做哪一種 直接到加3喔 有箱直接換一個加3喔 看玩家他有沒有要直接換加3的喔 不過我是建議大家可以拼一下喔 好不好你 5個你就直接加3了 好那我這邊是比較推薦這個火龍水晶 還有這個地龍水晶喔 那火龍水晶可以跟加你的傷害 地龍水晶除了有加防禦之外 還有經驗值的加成喔 所以當我們在練功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地龍水晶來用 那你在打架的時候 就可以切換到火龍水晶喔 基本上應該用這兩種水晶就OK了喔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波 四龍水晶的一個介紹 介紹就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喔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Let's move on 我們下次見 我們接 disagre了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詳助的話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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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ys 曲